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领土纷争屡屡爆发 当初的对应自卫反击战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对约自卫反击战等等 都是因领土纠纷爆发的 诸多领土纠纷中 有的上升到了战争层面 有的则处于口水帐的阶段 而黄岩岛纠纷就处于口水帐阶段 黄岩岛位置 黄岩岛位于我国南海中沙群岛 从地理位置上看倒是离菲律宾平静 但岛屿这种东西 又不是离谁进就是谁的 从元代开始 黄岩岛就明确属于我国 对于这一点 菲律宾自然清除 然而利益动人心 在美国煽动下 1997年菲律宾炸毁黄岩岛上 中国主权标志 明目张胆地进行侵占 这一侵占就是15年 黄岩岛的标志难言 或许有人奇怪 一个小小的菲律宾 我国打不过吗 为何让对方侵占黄岩岛十几年 说实话 我国对上菲律宾 那自然是完胜 但胜利之后呢 当时我国尚未崛起 海军力量薄弱 对黄岩岛这么远的岛屿 做不到完全控制 而且菲律宾由美国撑腰 一旦美国以此为借口参战 那才真是大问题 因此直到2012年 我国才一击击中 成功收回黄岩岛 黄岩岛可是菲律宾不愿意了 抢占了十几年的东西 他们早视为己有 然而这时大国已崛起 从方方面面来说 黄岩岛都不可能再被菲律宾夺走 或许是觉得面子上挂不住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十一期之下 于2013年把中国告上了国际法庭 当然 众人都没把这个当回事 包括菲律宾 他们也知道自己无理取闹 所以这桩南海仲裁案 一经提交就直接沉寂了 直到三年之后 美国把这桩案子拎了出来 在美国支持下 菲律宾出钱出人 自己成立了个法庭 要仲裁南海岛屿的所有权 这不是搞笑吗 屁股都没做端正就来搞仲裁 结果还用说 挑起南海仲裁案的阿基诺三世 然而对美国和菲律宾来说 仲裁只是个借口 是美国出兵南海的借口 而对我国来说 我们没签过的纸 就是厕所里的屎 没人会在乎 二 大国崛起 被美国视为威胁仲裁结果 在2016年7月12日公布 在此之前 为了向中国施压 美媒是大搞舆论战 荒唐的南海仲裁案 比如说6月23日的时候 其官媒外交称 中国对南海的战友 缺乏历史依据 这不是污蔑吗 两天之后 中国国际电视台播放纪录片 百文献谈证据 一步步证明南海自古救赎中国 舆论搞不过 美国开始武力威慑 7月初 里根号和斯坦尼斯号两个航母战斗群 带着150架战机 1.2万名士兵抵达南海附近 形势一触即发 里根号估计有人奇怪 美国为何这个时候对中国下手 难道共同发展不好吗 当然不好了 在美国看来 所有能威胁它地位的国家 都应该被打击 因为只有当世界老大 才能用美元绑架全球 一旦出现经济危机 多应发点货币 就能把大家拖下水 而美国呢 则可以趁机上岸 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想法很美好 但哪个国家甘心 为了摆脱对美元的依赖 各国做了不少努力 美元如我国与日本 2012年签了个 中日货币互换协议 这个对两国来说 绝对是互惠互利 日本可以借此逐步摆脱美元 中国则有可能将美元挤出亚洲 使人民币走向世界 然而美国能愿意吗 肯定不能 两国政府签好的协议 美国明面上阻止不了 私底下却不一定了 2012年9月10日 日本金融大臣松下中央离奇自杀 16日 日本驻华大使西宫申医 于自家附近突然昏迷 并且离奇身亡 而这两人 都在极力推动 中日货币互换协议 松下中央 这还不算完 紧接着 钓鱼岛被推了出来 中日气氛剑拔弩张 这种情况下 咋还可能互换货币 于是这纸协议 在2013年被迫作废 美元继续横行亚洲 之后我国提出一带一路 而美国呢 紧随其后搞了个印太战略 截断中国从印度往西的商路 看到这 估计有人会发出疑问 美国在2016年对中国下手 是不是因为以上这些事呢 怎么会 从很早的时候 美国就把我国视为威胁了 上世纪70年代起 只要跟南海沾点边的国家 纷纷对南海诸导下手 如菲律宾越南闻来等等 南海诸导被侵占是意图 他们为啥这么做 一方面是南海储量惊人的石油天然气 另一方面就是美国的暗中支持 要不然 这一众小国 哪敢向南海伸手 当然 这些纷争后来被我国一一化解 于是美国不愿意了 在他们眼里 南海给谁都行 就是不能给中国 不过这时的美国 在南海上有心武力 因为从2001年911事件后 他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中东战场 在那片土地上搅风搅雨 战时状态 哪适合再激怒另一个国家 趁此时机 我国开始悄悄壮大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2010年的上海市博会 全球都为之喝彩 北京奥运会 这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 从2010年开始 他们的军舰再次出现在南海 甚至实行所谓的自由航行 啥意思呢 中国的南海 美国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中美南海对峙中 美国海军的指挥官哈里斯 就是他联合军方给奥巴马政府施压 要求在南海实施自由航行 三 生死看淡 不服就该美军来势汹汹 两艘航母开到了家门口 中国还能忍吗 是 我们的军事实力不如美国 就连航母 当时也仅有一艘 哪怕主场作战 依旧没有毕生的把握 但我们能退吗 不能 辽宁号航母要知道 这时候我们的一带一路才搞了两三年 国际影响力稳中提升 如果这个时候怂了 不仅南海保不住 拼了几十年财政渠道的国际地位 也会再瞬间化为乌有 这样的后果 我们承担不起 所以 即便要跟美国对上 这次也绝对不能让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只有让美国看到我们的决心 他们才有可能打消动手计划 我方亮剑 集结演练之后 我国直接进入一级备战状态 召回退伍军官 暂缓退伍计划 但要下发连队 士兵24小时轮港 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 我国可谓精锐进出 光是上将就派出了四位 而海军三大舰队 更是清朝出动 什么昆明舰 广州舰 导弹驱逐舰 导弹护卫舰等等 足足100多艘 在水下 我们部署了战略级核潜艇 最大射程超过9000公里 足以在太平洋深处直击美国本土 我国核潜艇在空中 我们部署了最新战机 轰6 歼轰7 歼11B等 全都枕装待发 而在陆地上 号称航母杀手的东风21D导弹 被拉到既定位置 只要侦察到美国航母 就能做到精准打击 与此同时 媒体也喊出了最直接的口号 中国 一点不能少 至于所谓的仲裁 我们不接受 不参与 不承认 不执行 南海军演 越是临近仲裁 结果出炉 中美形势越是紧张 不断试探对方真实意图 而在海上 军事演习更是没停过 气氛剑拔弩张 拳脚都快撞上对方鼻子了 而哈里斯这个海军四星上将 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甚至要求美军做好 今夜开战的准备 哈里斯此言一出 举世震惊 没人认为这次能善来了 因为从21世纪开始 美国只对四个国家 发出类似威胁 分别是伊拉克 利比亚 叙利亚和中国 前两个国家的结果不用说 都被美国按在地上摩擦 叙利亚比较机灵 向俄罗斯求助了 最后倒是没开战 但我国呢 美国究竟有何勇气 威胁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 答案只有一个 他们认为中国不敢应战 与中国对峙 对美国有利无害 所以他们肆意忘形 毫无顾虑 南海军演 然而这次 美国可是想错了 就在7月11日 央视发布了一条消息 7月5日至11日 解放军将在海南岛 以南西沙群岛水域 进行军事演练 而这个时间 就是仲裁结果公布的前一天 对于这次播报 央视是高调到了极点 展示了各种 能打击到美国的装备 包括东风导弹 核潜艇 这是能灭掉航母 炮轰美国本土的存在 东风导弹 美国退去了吗 或许有 或许没有 反正总统一直没下攻击命令 但在7月5日 美国舰队就已经进入战斗状态 隐蔽在菲律宾以东 四 美航母突然离开 7月12日下午 所谓的仲裁结果公布了 结果毫无悬念 而这个时候 之前成枪舌战的媒体 却一下子销声匿迹 我国中央一台 甚至播放了一下午了 雄出没 风平浪静的背后 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国南海各军 纷纷进入一级战备 战士们连遗书都写好了 雄出没 所有人都在等 等谁先出招 等接下来的进展 一场世纪大战 或许将拉开序幕 把中国拉入战争的泥沼 美军也在等 等白宫的授权 打还是不打 就在这种胶着中 美军航母突然掉头 一声不吭地撤到了菲律宾 至此 中美南海对峙宣告结束 美军为何突然离开 难道之前的一切都是试探 试探中国敢不敢应战 美国航母这是一个方面 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航母的位置被我军获知了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只要命令下达 我国东风导弹 就能直接摧毁美国航母 对于这一点 当时后来有引会介绍 称在2016年7月 南海战云密布 火箭军数十枚新型导弹引弓待发 能让十几枚东风导弹伺候的 除了航母还能是什么 毕竟这可是航母杀手 这个信息是怎么传给美国的呢 传递方式同样引会 一架轰6K轰炸机巡航黄岩岛 而这附近 正是美军航母隐蔽的位置 轰6K轰炸机 如果出战就损失一艘航母 这结果美国承担不起 所以白宫迟迟没下命令 但哈里斯不愿意 据小道消息说 哈里斯当时假承慎指 对舰长下达了攻击指令 得亏舰长请示了白宫 才知道总统根本没授权 于是扭头把军舰开到菲律宾了 一个小小的哈里斯 差点引发了一场谁都打不起的大仗 这样严重的错误 美国白宫能容他 于是哈里斯从堂堂海军司令 变成了驻韩大使 这个态度强硬的日益美国人 终究强硬不起来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